2018才刚刚开年 昨天晚上国阵就召开了 2018年第一场国阵最高理事会会议 就把东西马各成员党的大头都叫过来开会 一般预料呢 重点讨论的事项肯定跟来界大选有关 而江湖甚至有风声说 会议之后会有重大宣布 结果各路媒体统统涌到巫通总部 痴痴地等到晚上11点钟 结果如何 来看看 穿着统一的国阵男制服 国阵各个成员党的大头头 包括巫统 马华 民政 国大党 还有沙拉越的人民党等等 统统都来了 国阵领袖关起门来商讨作战策略 而媒体朋友就在场外等 接近晚上11点钟 闭门会议终于开完了 国阵老大 纳吉出来 你看那个媒体阵容都冲上前去想拍纳吉的重大宣布 但是哪里知道原来是江湖风乱乱吹 纳吉笑笑跟媒体拍拍照就挥手say拜拜了 没关系还有小表弟西山穆丁 但是西山说媒体的想象力太丰富了 会议没有谈大事的日期 只是谈备战工作 所以没有什么重大宣布啦 好吧不过记者依然不放弃 还有他马华总会长 廖总说马华以及所有国阵成员党都已经把候选人的名单交给首相大人过目了 就等首相最后审核 是的廖总是点到为止也不多说什么了 所以总的一句媒体等了一轮也推推集结了一轮 但最终只是吃了炸糊